吧 前面幾位來臨 我也提到了 燈光跟人文的問題 還有燈光用了這麼多之後 對於這個門員中間產生的一個效果 是不是越花越多的門員 來製造所謂的城市的獨特 所謂的城市的美學 我這邊要提到的一個部分就是說 水足以載舟 水也足以輻舟 我們看到很多的城市 應用LED的科技 讓這個城市 把它的風貌從白天延續到夜間 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城市 運用了LED之後 反倒讓這個城市變得更加的優俗 其實就跟這個化妝品一樣 LED的本身 它是一個化妝點睛的效果 也回覆到剛前面幾位老師 還有幾位來臨提到的 城市要有它的獨特性 這個城市要展現 它不一樣跟點不一樣的地方 呈現在它不一樣的城市的美學上面 那燈光 LED 是延續這個城市它所展現的生命 所以如果是在這樣的一個考量之下 我想怎麼樣適度的運用LED來化妝點睛 展現延長整個城市 從白天到夜晚的這樣的一個美學的風貌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點 如果反過來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剛剛前面有幾位提到的 為什麼夜間能變得這麼醜陋 會不會因為這麼多的燈光的運用 讓我們的能源的消耗能變得更多 所以在不論是從LED的角度 或是從燈光的角度 我們都希望越少越好 什麼叫越少越好 就是能源越用越少越好 還有彼此的干擾越少越好 對 這是剛剛我們前面提到的 一個城市的永續性 需要靠很多不同的科技的引進 然後來降低這些能源的消耗 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們最近雖然講了非常多的LED 然後我們也講了非常多的節能減碳 然後我們也講了非常多的節能的照明 那給各位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我剛剛前面提到了 這個城市大概花費耗用了 整個所有的照明運用的75% 同樣的在消耗的能源裡面 92%到94%左右的比例 仍然是用非常耗能的產品 我舉個例子 我們依然在我們的不同的 使用燈光環境裡面 我們依然看到非常耗能的 這個不論是霧師的燈泡 甚至螢光燈 我們依然在用非常耗能的系統 甚至於露燈 我們也看到 依然在使用非常耗能的水銀的燈泡 我們到了商店 我們依然看到 依然在用非常耗能的 甚至乳素的燈泡等等 那我只要提醒各位 也就是說 其實這些科技 都是我們立刻 它並不是一個昂貴的科技 所以當然也回來 回復到我剛剛 待會我要回復的第二個問題 我們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都已經有 已經在照明科技 已經發展到 可以輕微易比節能40% 甚至於到80%的節能效果 那重點是我們的每一個市民 是不是發揮我們的舉手之勞 把我們的耗能的產品 轉換為節能的產品 那這些產品呢 其實比較在這個 現有的這些耗能的產品 比較起來 其實它的價格是差異不大 所以回來 我剛剛提到 越少越好 我們希望耗能越少越好 越能夠發揮 整個城市的永續的生命 那再接下來 延續到剛剛提到了LED的問題 那感覺非常 這位觀眾對於LED非常的專注 那我必須說 每一個科技呢 都有它的一個發展的一個過程 那如果我們回想 我們在這個使用電腦的過程裡面 在10年前電腦陸續續 大家開始慢慢使用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電腦 依然是很貴的 那同樣的呢 因為技術不斷的發展 我們現在不到1萬塊錢 也許就可以買到一個 比10年前呢 它的效能 或它的運軟速度要更好的產品 那LED也是這樣子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不可否認 LED確實呢 在價格的上面呢 還在相對 跟現在很多的造型產品 是一個相對的一個 一個比較貴的一個水準 但是它的節能效果呢 會從你的使用的時間呢 得到回收 意思就是你使用的時間 越長的領域呢 它這個LED運用的範圍 就越來越廣 那當然對價格的敏感度就很低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看到很多的商店 它可能是24小時的運用 或者是路燈 我們看到它可能是晚上6點鐘呢 點到可能是早上的 4點、5點鐘 可能已經用了將近12個小時 10個小時 在這種長時間的運用的時候呢 LED它在價格上面的優勢呢 就會因為你長時間的使用呢 很快你就會得到回收 那相對而言呢 比較運用比較短的時間 譬如說每天可能只用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那你在電費上面的回收呢 可能就會花很長的時間 它的回收 你當時在買LED這個產品的 這個回收的年限 就會拉得比較長 所以我這邊要提到就是說 每一個科技的運用呢 它不會是從1到100層面的轉換 而是它有它的運用的領域 它的這個運用的範圍 那不斷慢慢因為科技的進步 價格慢慢的降低 運用的範圍越來越廣 那我也希望我剛剛用這個 第二個我剛剛提到的這個 時間的概念 還有科技的進展 然後恢復剛剛這位觀眾 提到LED價格的這個部分